你怎么啦 没事 估计是雨水把伤口淋了 有点疼 干吗 你这样伤口容易感染 让我看一下 不用了 等到归队了 许一声帮我看就行 这雨水这么脏 这伤口很容易感染的 你 该不会是在害羞吧 我有什么我害羞的 不就是 医生帮病人看伤口吗 我也是学医的好不好 那不就得了吗 手拿开 苏维安 我就只能看到那么一点点的纱布 你这样让我怎么帮你检查伤口呢 我都说了 我的伤口自己心里清楚了 真的没事 我问你苏维安 我在你心目当中 是医生还是男人 当然是 当然是医生了 是医生就把手拿开 你既然当我是医生 在医生眼里 患者的身体 就是一堆人体器官的总和 没有男女之病 是男人 是男 你在我眼里是 你自己 你自己看 都被雨水浸湿了 你还说没事 你先扶上 我帮你换服料 你忍一下啊 好吧 好吧 疼吗 好了 谢谢啊 谢谢啊 给你换个药 就像打仗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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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危险 我一把香蕾 多久等我去帮你 我们不能听 它吹吹 旅程也危险 怎么办 司机说不能再等了 下雨天很危险 要马上走 那怎么行 小老板还没回我消息呢 不然也是 是不是那山里没信号啊 那是吧 那怎么办 再等等吧 没关系 万一 小叔跟小布 小叔 咱们回来找高车怎么办的 咱们该着急了 夜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吧 徐医生 我留在这里等 你们 带大家先回去 好不好 我留在这里找他们 那怎么行 你想受伤了 你先回医院好我想伤 你这样讲讲 我在这儿等他们 要是小老板和苏维安回医院 你给我打电话 快下课才到的同学 你来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老师 我不是你们班的学生 苏维安同学 我认识你 名册上有你的名字 讲义没带 可以借同学的感 问题回答不上来 可以直接说不会 这顶多是学习能力不足 但是欺骗老师 就是态度不端正 好的 老师 那麻烦您再重复一下问题 病毒的突变 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大多数情况下 以护赤方式发生 脑胶滞流中 病毒的突变 会对患者的愈后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病毒的突变 可以显著提高高级别 胶滞流的中位生存器 且可能预测低级别 和激发高级别的 化疗敏感性 与患者的生存率提高相关 很好 苏同学的回答 非常完美 但是介于你迟到 还是会扣掉你的平时成绩 苏同学下不为例 也希望在座的所有同学 引以为鉴 下课 扣哪门做的皮是成绩 果然真是个细节 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不知道 大家喜不喜欢彩虹 总之 对于我来说 彩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想借这个机会 把我心目中 认为最美的彩虹 送给那个最特别的他 我 你 是 你 是 就 不 你 是 我 是 是 是 我 传统 我 你 我 看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运气确实会好很多 有的人终其一生 都很难见到这样的美景 可是有的人 一抬头 珍贵的暗夜彩虹 就挂在那儿等你 那个温教授出去开会了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样的 这是我整理的不良事件报告表 里面还有病例 如果方便的话 您帮我选交给温教授 你一直这样推开我 有没有想过 如果那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 我先离开你了 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 小老板今天早上去呼吸内科会诊 从一个患者的摊液中 检测出了鼠疫叶尔森菌 现在住院部的整栋楼都被封锁了 只许已经不许出了 废鼠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